四部评分最高的奥特曼TV剧 你知道哪部奥特曼的剧情最让大家满意吗? 没想到人气最高的迪迦只能排在第三名 奥特曼剧情出现至今已有56年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出现了几十部奥特曼的剧集 你还记得你看的第一部奥特曼是哪位奥特战士吗? 请将你的答案留在评论区 答案相同的就交个朋友吧 今天呆毛和大家聊一聊奥特曼出现至今评分最高的四部奥特曼剧集 让我们一起看看你最喜欢的奥特曼有没有上榜呢 第四名 戴拿奥特曼与孟比优斯奥特曼 两部奥特曼的剧情都有着9.0的高分 并列第四名 其中戴拿上映于1997年 是平成三节之一 而孟比优斯2006年播出 是当时官方口中的最强奥特曼之一 第三名 迪迦奥特曼 评分9.2 这是一部1996年上映 2004年被引进到中国的特摄剧 而迪迦也凭借着帅气的外形迅速在国内走 成为了90后的童年偶像 呆毛也是因为迪迦相信了有光的存在 第二名 盖亚奥特曼 评分9.4 上映于1998年 盖亚被很多人称作平成三节的巅峰制作 无论是在剧情上还是特效的呈现上 制作组都献出了很大的诚意 第一名 耐克瑟斯奥特曼 评分9.4 其实理论上来说 耐克瑟斯与盖亚的评分相同 应该并列低 不过由于耐克瑟斯之前的评分是9.5 所以呆毛将耐克瑟斯放到了第一名的位置 其实说起耐克瑟斯呆毛是有些可惜的 原本52集的剧情被缩减成了38集 这也导致最终Boss路西法没有出场 很多精彩的剧情没有得到展示 小伙伴们 以上就是奥特曼系列中评分最高的五部TV剧 你们喜欢的奥特曼有没有上榜呢 或者说你更喜欢哪部奥特曼呢 下面开始本期的奥特曼猜环节 你能看出视频中是哪位奥特曼吗 十年奥特老粉的呆毛只用了两分钟的时间 请将你的答案留在评论区我们一同讨论 同时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